来自花莲吉安乡的阿鲁富演舞级团队 轻快优美的阿美族一兵舞蹈 让游客们频频拿起相机 手机 拍下录影留念 拍手叫好 团队们也大方邀游客们上台 一同共舞感受 我看到他们演出以后 感觉他们跳得特别好 跳得特别开心 舞姿内也特别好 开心啊 因为我也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舞蹈 所以很想用自己的姿体来表达 自己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人事物 或者是服装之类的 然后来这边表演 我觉得可以认识很多不同样的人 可以让我们觉得 好像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酬劳是因为我们被征险过 那我们这个东广处交通部 他会有给我们这个祝典的表演费 对 再加上就是由我们的这个观光客给我们的支持 打赏给我们 喜欢我们的舞蹈 他们就会多打赏给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子靠这个这种活力跟大家来分享 北维归线每天会有近百辆路客团游览车停车 让团客休息上厕所 然后北上花莲市 为了增添花东阿美族部落文化色彩 东拐处今年特别发包招商 浪游意愿的团队筑点展演 当地进谱部落 捕捞文化舞蹈团顺利标道 其得管理权利 并固定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会要花东海岸阿美族部落 优秀的舞蹈团队 定点演出歌舞文化 我们在今年刚好是我们这个团队 不拉文化舞蹈团 也就是属于我们进谱部落的一个团队 去标这个案子 那主要因为这个位置 北维归线游规区刚好是我们部落的一个位置 那在管理上会比较好管理 然后让游客他们都能够知道说 原来我们东海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文之美的一个 这个歌舞文化的部分 北维归线没有正式的展演品牌 猪人必须顶着大太阳 或在椅中完成演出 团演们非常希望 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正式表演场地 让他们能无后顾自忧地尽情表演 接着发布了华林丰冰采访报导